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参加工作以后 领导夸赞我业务能力强 工作能力强 短短三年时间我就荣升为部门经理 年薪二十多万 我凭借自己的努力 生活得很精彩 二十六岁的时候我遇到了老公 他是睿智努力上进的男人 没有不良嗜好 我和老公相爱后拥有一段浪漫 温馨的爱情 我们恋爱了五年 自知对他的为人十分的了解 才走入婚姻的殿堂 谁知 踏入婚姻的我 却侵蚀了老公的家庭对我们的影响 我原本以为我们的爱情会天长地久 谁知在我生完二胎后 我们的婚姻就宣告结束了 婚后 老公本来很爱我 对我也很尊重 我怀孕后 他把家务 活全包了 每天变着花样给我做好吃的 在老公的精心照顾下 我运气胖了整重三十斤 十月怀胎 我身下一个漂亮女婴 小家伙的出生让我体验到了做母亲就无穷乐趣 本来 婆婆说好服侍我做月子的 但她见我生的是女孩 借口家里的庄家要收获了 第二天就回老家去了 我这才知道 婆婆是多么重男情女 我女儿两个月大的时候 婆婆带着一大包图特传到我家 她一来 就和老公在书房低谷了半天 住了一晚就走了 她走后 老公就开始和我谈生二胎的事情 我听后很气愤 我没有想到 平时对我照顾有家的老公 竟然不顾我刚生产完两个月 要求我生二胎 老公劝我说 一个孩子太孤单了 有个二孩可以相互陪伴 我问他究竟是真的怕女儿孤单 还是相生儿子 老公沉默不语了 我这时才知道 老公虽然受过高等教育 可是他受攻破的影响 重男轻女思想更生这一股 不过老公的话也引起我的思考 我虽然从小被父母万般宠爱 却没有兄弟姐妹 童年未免孤独 再说 我也不想因为不愿意生二胎而让婚姻产生危机 在女儿一周岁的时候 我同意老公再生一个孩子 我和老公说好了 不管生男生女 只能再生一个 我怀二胎的时候 婆婆三番五四要找关系 查探我肚子里究竟怀的是男是女 她说 只有一个二胎数字 如果怀的是男孩就留下 是女孩就打掉 我义正言辞地拒绝了 婆婆一时没拙 其实我的内心深处也希望生个男孩 这样我就二女双全了 家里也就太平了 但是让我特地去打她 我是情不远的 即便怀的是女孩 我也不会舍去我的骨肉 我每天顶着个大肚子 不仅要工作 还要带女儿 非常辛苦 或许是太辛苦了 二孩在怀孕八个月的时候 就哇哇落地了 生下来依旧是个女孩 没有如婆婆的意 不过我并不觉得女孩有什么不好 我爱我的孩子 当老公看见小女儿的时候 她非常失落 孩子刚满三个月 老公和公婆顾忌重演 让我生三胎 她还厚言说 我们目前经济状况还不错 供养三个孩子 没有问题 因为我不愿意生三胎 婆婆三千老头 跑来我家来唠叨 总有老公和我离婚 我对老公和公婆说 我不是给你家生儿子的机器 如果你们坚持要我生三胎 我们只有离婚 离婚时 婆婆说女孩是赔钱货 不愿意要 我正好也舍不得 两个孩子在一起都好 在我做困难最无助的时候 父母向我伸出了远手 我带着两个孩子回到了娘家 和老公离婚后 虽然有人给我介绍对象 可是我没有打算短期内再婚 父母帮我带着两个宝贝女儿 我腾出更多的精力去打拼 我联系上大学时的一个闺蜜好友 和她合伙开了一家会计师事务所 或许是上天眷顾我 会计师事务所开办的风生水起 没有家庭的羁绊 我有更多的时间来保养自己 把自己保养得肤白貌美 三年后的一天早上 我家的门铃被响了 我开门一看是婆婆 打穿着寒酸 一个劲夸奖我 年轻漂亮了 婆婆没有经过我同意 就走进屋来 出于礼貌 我让她坐下 端了一杯水给她 婆婆眼眶红着告诉我 离婚后老公的情况 老公另找了一个女人 不久怀孕了 谁知出差时 她不幸遭遇了车祸 一条腿没了 有人看她残疾了 打太后跑了 婆婆说 老公残疾后失业了 现在很颓废 希望我能和老公不起牵贤 重修于好 我当即拒绝了 婆婆哭着离开了 现在我带着两个女儿 她们和我小时候一样 享受着都是公主的待遇 她们是商天队伍的讲词 是我的贴心小棉袄 我们在一起很快乐 让当初嫌弃我们的人后悔去吧 和老公短暂的婚姻 让我明白了一个道理 女人要想幸福 要靠自己终取 必须自强自立 好了 今天的故事就到这里了 如果你有喜欢的故事 请记得在视频下方留言 我们会尽力 满足您的需求 期待下次 与您的分享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